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欢迎来到Japan Topia 今天我们来到贵于一间在环奔的酒店 在港未来站5号出口走大约5分钟 而在櫻木丁站只要走10分钟 酒店大堂位于第20层 持有一个配有大钢琴的休息区 我们可以透过自助check-in 或者职员协助也可以 在这个大堂里我们可以感受到非一般的空间感 由大厅延伸出来的露台区 这是一个给客人享受水、空气和绿色植物的空间 大堂亦提供了很多日用品给大家使用 订阅后,我们可以搭电梯去我们要入住的楼层 这个电梯区域一定要拍房卡才可以进入 这间酒店在2023年5月16日新开张 一共有364间房 我们的房间属于22楼 我们现在进去看看 今天我们的房间属于转角房 房间大约有46平方米 圆关位置可以找到有衣服架 行李架 衣架 鞋拔 鞋拆 露营灯 保险箱 拖鞋等等 酒店亦提供洗衣服务 还有两套浴袍 这里有一个充电的好地方 我们现在进去看看房间主要的地方 这间房很大 很舒服 极简主意设计 形造出现代 轻松的氛围 这间房间的傢俩都很干净 梳化都没有粒陷 是这间新酒店的优点之一 床的两边没有床头柜 但床头板有地方可以放手机 电脑 书 和饮品 床的两边也有灯的开关 USB插头和电插头 电视下面有一张不错的桌子 桌子附近都可以找到几个电插头和USB插头 桌子附近都有充电线 热水壶 开酒器 杯等等 还有每一间房间都有的小冰箱 这个小小的显示屏 可以控制房间所有的装置 现在我们用它来打开窗簾看看 看一看 从房间看出去 可以看到黄斌市 和一部分黄斌港的美景 我们片尾还有一段 是这房间录出去的 入出timelapse 除了窗簾 这个小小的显示屏 都可以控制房间的灯 闹钟 和冷气 浴室部分也有一道烫门分架 我们现在打开来看看 我好喜欢这种座簾和浴室分架的风格 在这里我可以一边刷牙一边欣赏风景 浴室里面已经有很多日用品 已经不用再问大堂拿 这边有浴室窗簾的开关 电视提供了酒店 餐厅 sky pool 衍生室 洗衣房的资讯等等 现在我们去到第二十层的健身室和sky pool 看看 这里的健身室应有尽有 设备齐全 sky pool 分为户外 和户内 sky pool 和健身室都不是24小时开放的 使用的时候 要注意开放时间 在第22 24 和26 楼层 都有洗衣房 洗衣房是24小时开放的 费用都很合理 大部分楼层都提供自动贩卖机 和制冰机 我今次都有机会试试他们的自助早餐 餐厅20楼 大钢琴的旁边 听说这些时段的早餐区会有很多人排队 所以我7点钟 餐厅开门的时候就进来了 让我看看除了这些面包蛋糕之类的东西 还有什么好吃 腸仔 腌肉 和猪肉 不同种类的热食 和猪肉 蔬菜类 还有炒蛋 薯仔 白萝卜 每日都有不同种类的面食 肉丸 还有麻婆豆腐 不同种类的新鲜沙律 和沙律酱 肉片 芝士 还有烟山文鱼 还有烟山文鱼 角色咖啡和茶 还有果汁 可以享受美味的早餐 一边欣赏 一边欣赏黄斌的风景 在第二十楼 也有一间酒吧 是一个可以和朋友相聚 聊天的好地方 我们现在谈一下酒店 好和不好的地方 好的地方就是位置好 走去最近的地铁站 只是少于十分钟 附近有一个商场 便利店 商铺 餐厅 等等 房间看出的风景都不错 早餐都很好吃 选择很多 不好的地方就是 我进住房间的床头板 有汽水罐留下的痕跡 假设房间不是很仔细 多谢大家收看 喜欢的话 请留言 赞好 和订阅 不要错过接下来的timelapse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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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